新冠店 曾经因为他的绰号叫老三 而成为刘邦友血案 当时在追气过程当中的关键嫌疑人 他自己自称是刘邦友的堂弟 虽然刘家否认了 所以让这一起警匪枪击案 更添了几分悬疑性 当然在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到底他是谁 他为什么最后会落网 而警方整个追气过程当中的A计划 又是什么 都会为你来做揭秘 好 我们刚刚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昨天警匪枪战当中 哇 那个惊险场面 全程目睹的受困住户Ken 你好 好 以及邀请到前新市警官高人和 阿官好 大家好 邀请到资政社会记者刘俊耀 阿官好 大家好 特别邀请到 昨天的枪战现场出动了霹雳小组 我们邀请到前霹雳小组成员 曾文忠 大家好 看起来就胸臼臼气昂昂的 邀请到流氓牧师陈文斌 阿官好 大家好 宾哥认识刘邦城 认识 该管这会鬼 对 要管我那时候 他昨天还呛记者 居士专家张有化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那你来看昨天的惊险一瞬间 单元前中后包夹 他是太阳会总顾问刘邦城 放弃挣扎表情筋疲力竭 一路他上车的疲软步伐 霹雳为车人强护送针防车离开 警匪对峙结束 假日的新南夜市枪声大作 远景追捕刘邦城 一路从基隆追到了中和 第一波警匪驳火30多枪 对对对 前方跑进去了 远景几步之差 刘邦城迅速钻进公寓 还要求女友到场 否则要自杀 盾牌下的抢发女士 刘邦城的女友一脸交集 拿着手机和她持续保持通话 直到一行人转往旗楼下 突然 枪声揭开第二波波火 20秒内三声枪响 现场气氛凝重 因为刘邦城身上 还有其他武器 就怕他轻取妄动 新北市警局长胡木远 给了他一瓶水 要他有话好好讲 直到2点15分 刘邦城态度软化 决定气泄投降 随后被大批警力 送往新店分局 他的女朋友 还有他的大哥 临门一脚 来跟他亲情欠说 承办的检察官 说他如果主动欠降 是不是在起诉量刑方面 给他有一个充宽的考量 因为你有信任何话 才出来的吗 我怎么要跑 我怎么还挺帮我 我不要闷 我不要闷 你傻啰嗦 演不住杀戏 对着镜头不耐呛下 刘邦城再怎么逞凶斗狠 最终还是沦为 接下球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昨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但在现场的住户 那是一早就提心吊胆 Ken你就是跟刘邦城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栋大楼里头的住户啊 对 大概从早上大概十点半左右开始 你们家是住几楼 我住三楼 那刘邦城跟警方对峙的时候 他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哪里 大概十点半我就被枪声吵醒 但我以为有庙会 确实是爆炮啊 对 我说因为那很密集的声音 我想说什么这个时间有庙会 还这么早放鞭炮 是 但就不想起来 要继续睡 就不对 那个声音是一阵密集之后 再隔一阵时又有 比如说五六声 那声音越来越接近 而且是很扎实的 不像那个鞭炮声的的感觉 所以你发现不是防鞭炮 然后楼下又有警察开始说 他说 快点快点 盾牌盾牌 起来 盾牌盾牌 然后我就 我在那边就不对劲 白了还要继续睡嘛 还恕醉这样 会是什么事情 然后我说 靠 就不对了 然后赶快就是 偷偷跑到窗户旁边 然后就抬头去看 下面都是警察 我们家在这里面的 拧着行啊来 巷弄里头 这一栋这样子 那他跑进去之后 我自己猜啦 他应该这边还有个小巷 因为我那里面的巷子 是摸字型的 是 然后就是直接通出来外面 对 那不能通到后面去 那这里面 唯一两条路 就一个巷子 摸字型巷 一个就是 我家在这边 因为这边的住户 他们楼下有铁门 有个门 我们家没有 所以就可以直接跑上去 楼下大门是坏掉了 那现场有没有警察广播说 我们附近的住户 关紧门窗 不要探头 没有这样的 当下其实没有 因为当下真的是很紧张的 所以警察也来不及去反应 因为他们是一路追过来了 是 追过来当下的时候 其实警察也不知道 他躲在我们那一栋 他们一开始 我看的时候 他是 就是从这个里面的巷子在追 所以警察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他躲在那里 一开始的时候是他在这边 警察都一直往这边过去 那因为那个走过去 发现是摸自行的出来 然后可能他们就回来 继续再看 结果就 第二波的那个枪声就是 我说在第二次被吵醒的时候 就是他可能只有在那边了 他们就走进去了 然后他就从上面又开枪了 那两个双方 你说刘邦城又开枪了 对 他就看到知道的警察可能过来 双方就在驳火 对又一波的枪声这样 然后我才又再起来这样子 然后但是前面已经隐喻 听到一些声音 然后就开始对峙 那时候大概快11点左右 那那个警察本来一直想要 射把进去 一顿牌拿着嘛 要一直往前进这样 要往前推进 对 然后但是那个刘大哥就说 你们不要靠过来哦 再靠过来就走桌蛋了哦 手榴弹 所以你有亲耳听到他说 你们不要靠过来 靠过来我要拉手榴弹 对 我就丢下去了哦 对 那当下警察一开始 当然马上就停止所有动作嘛 对 我也停止我所有动作 我摆在 你的动作是 我摆在阳海偷听嘛 偷看 就在很近的地方 我马上就跑回房间门关起来这样 等一下手榴弹 偷到手榴弹 你叫他们担当 对 据说你全程听到他们谈判的过程啊 对啊 那时候我真的还不知道他在 就在我家三楼 我一直以为他就在附近躲起来 所以他其实你们家在三楼 他就躲在三楼 他就在三楼跟四楼的中间 因为我们就是公寓房子嘛 对 楼梯的那个转角那个地方 我们在旧室的这个只有四层楼而已 因为四楼上面有个顶家啦 他们自己盖的 然后他在中间设了一道门 Kent这就是你说的通往顶楼的铁门 对他通往四楼 通往四楼 不是通往顶楼 对通往四楼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要到四楼去 要先经过这个门 对 然后他到了四楼之后 就有可能跑到顶楼了 才可以到顶楼这样 就可以跑掉了 对 所以因为这个门 对 挡住了刘邦城 对 好那除此之外你刚刚说 你在现场其实本来是在偷听的嘛 对 他们在现场怎么谈判 他其实是一开始是精神喊话多 喊什么 他就是警察就会说 因为我我其实不知道 一开始他是刘邦城 我有他的角色是我也不知道 我听到他是说 老师老师 你别唱歌啊 你穿棒来 我不会怎么样 你冷静一下 就是听到这样的对话 怕他挠他的手榴弹 一开始还没有 一开始当然就喊话 说 你冷静一下 对冷静一下 他一开始就跟他今天对话嘛 他说就是不要 你不要再开枪 不要再开 就是对话 警察也紧张吧 当下情况 那个老师有跟他对话吗 一开始 就 就说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因为我 听他好像台语没有很好 他说你就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然后 台语没有的话 警察干嘛要台语跟他喊话 怎么打动他的内心啊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警察就一直用台语讲 然后他基本上用国语回话比较多 所以 昨天的那个 警匪的对话是 警察说台语 匪徒说公义 对 那有一点的 警察台语也没有很好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不两个人要同样语言 对 然后就是 老师老师 你看 两姐 两姐 然后奇怪 就是我后来看电视台之后 他叫老三嘛 然后原来 他的歪号叫老三 我听成老三 所以你就知道他台语多不好 对 然后 然后我就在 就是听他们这样子 但到他就说他有手的弹的时候 是 所有动作停止了 警察 本来他拿盾牌要往前嘛 也停止动作 然后就跟他说 好 没关系 你现在比较冷静 你想要记谁吗 我给你安排 就是要安排想要见谁 亲情喊话 对 然后他就说 没有 我妹 你找我妹来 所以他第二个 第一个是老大 第二个他要求要见的人 是他老婆 声音是因为 我是躲在 后来躲在房间 就听到那个 但后来确切是找老婆 因为他只有老婆见话 我们知道就是后来 他女友来到身上 他说要找他妹的时候 他就说 就是讲说 我老婆说 老师 我电话 我没电话 我不知道他电话 电话多少 然后他就回来 就是0926 就是他们 连你都把电话号码背起来了 因为 因为他repe太多次了 你是说老师 讲那个电话号码 讲了很多次 他们就是因为 一样嘛 警察没想起来 就是我们问电话以上 电话多少 0926 383 不能够 后面不要讲 免得他女朋友 现在每天接到人家电话 他就说 比如这样 然后就会repeat 但是因为他们隔很远嘛 而且隔 听不清楚 隔三楼都会听不清楚 而且一个讲台语嘛 一个讲国语 可能有翻译这样 然后他就一直 一直说多少 我听到都背起来了 警察一直问他几号 我本来讲说 你们不打 我先打好了 听说你把现场的照片 也拍了是不是 这也算是不错的人生记忆 对不对 然后有经历 警匪对话和枪战的过程 这是什么 这是就是从一楼开始 一楼后来就出门之后 很多弹痕 对啊 这是弹痕 对 真的是 对也是弹孔 对 这个 你听这个说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这是我家门口的 这是扫把 就是老人家会拜拜 会 所以备我拜扫灰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它留下来的一些 好 会晤 在之前有听到两声枪声 就 叮 突然大 砰砰 然后 可是 这不是对峙的枪声 因为只有两发 那警察就聽到也嚇一跳說 老闆你比較冷靜 他又是這句 他可能台語不是很好的 他就一直跟他這樣就要冷靜 然後什麼就是我們不會開槍 然後可能就跟他說 就說你 他就說 叫樓上面的人不要再靠近了 再靠近了我就丟手楼蛋了 因為後來P小子來了 可能有要部署 所以樓上可能有部署的人力 對 就是走動的聲音 他聽到了他也緊張嘛 所以樓樓之後突然就沒聲音了 突然沒聲音了 然後就有聽到蛋殼掉落的聲音 很清脆 因為這個空間很小 然後我當時 因為肚子餓得裡面煮東西吃 所以很近 才知道說 才開電視看電視 他躲在某一棟的山樓 然後我有聽到蛋殼的聲音 是我家旁邊 就在 我家在這邊在這邊 所以那個沒聲音的時候 可能是在尿尿 我就想說沒聲音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他會不會引彈致敬這樣 我就也擔心啦 你有偷瞄嗎 如果引彈致敬我要跟警察講 趕快上來就可以了 後來你有偷瞄嗎 我就 因為我們家有兩層門 這個 對 然後你 外面這是不鏽鋼的 然後玻璃的 裡面比較厚 並沒有貓眼 所以我沒辦法看 所以我就只能把裡面的門 那打開一點縫 對 打頭打開 然後從那邊側去看 然後一看他就還 就要站在這邊啦 喔 這樣角落 站在這邊 對 然後我就喔 他還活著這樣 好 來 這就是你剛剛 給我們看你們家的那個箱 對 這是擋住他逃生出口的 到四樓的門 那這個是 這是這個門 他就是那時候後來去看 喔 淡痕累累的門 所以你有拍比較清楚的淡痕的 後來去看那兩聲就可以研判 就是打這個 喔 那兩聲還其實是要打那個鎖喔 對 想要上去 他想要把這個門鎖 打 打壞 對 看能不能借此逃走 可能應該那個電影看太多了 這個打不換 我們看到昨天槍戰的現場 霹靂小組也出動了大隊人馬 我們現場來了一位 前霹靂小組成員 喔 霹靂小組看起來有夠厲害 每個人這樣穿防彈衣 你們現場我看到 他們其實配備很多喔 要 就是要防彈頭盔 所以他們帶來防彈頭盔 防彈頭盔 防彈衣 然後長短槍 長短槍啊 就是像這樣子的手槍 喔 長短槍 我們都講短槍 然後有衝鋒槍 還有M4 就是突擊步槍 這是最基本配備 但是剛剛阿堅說 其實霹靂小組到的時候 已經拚拚過了 霹靂小組是到現場 支援的角色 我們去就是屬於支援角色啊 就是人家抓不下來了 喔 才跟你們求救啦 對 也不要講求救啦 也不要講求救 拜託你們要到三天啦 來 一支支援 現在一次一次人要聽一下啦 你們每次行動都是 一組四個人 一組四個人 最少出動的話 一組就是四個人或者三個人 這是最少 沒有那種一個兩個人 因為要分工啊 怎麼分工啊 要有代班指揮的 要有指揮官 對 就是這個小組的指揮官 要拿盾牌的 拿盾牌 電視上不是就有看到 拿盾牌 拿盾牌那個就是要去吸引火力 吸引火力什麼意思 就是不管是要開門 或者是怎麼樣 像昨天那個樓梯間的話 要進去 是拿盾牌的人要先進去 所以他是第一線的喔 對 他 是大家都第一線 只是他要第一個 因為他那個盾牌 才可以把子彈擋下來 所以他要先出去擋住這樣 對 他要慢慢 他拿著 他快盾牌慢慢推 一個是指揮官 一個是拿盾牌的 第一線的第一個衝鋒的人 對 盾牌在第一個 指揮官在他後面 還有呢 然後就是 第三個就是破門手 破門手啊 對 要拿破門器材 但是像昨天那種軍情 他如果不需要破門的話 他就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躲到住家裡面 他是在樓梯間裡面 他不需要破門 那可能就 破門器材就不會帶 然後這一個呢 第三個呢 他會帶衝鋒槍 還要有一個帶衝鋒槍的 對啊 因為 歹徒火力如何 他們是不是解囊那種 要要 每個人都要 然後第四個才是帶突擊步槍 因為衝鋒槍的口徑跟手槍的口徑是一樣的 所以衝鋒槍就是破門那個 對 破門那個要帶衝鋒槍 帶班的也會帶衝鋒槍 但是 步槍是 就是 突擊步槍那一個是第四個會帶 因為有時候火力 九厘米的火力還是打拼不過步槍的 你不知道說歹徒到底火力是怎麼樣 你一定要有一隻比較強的 壓制火力 對 才可以壓制 才可以壓制他 如果假設 因為今天 對方是誰 帶什麼東西你不知道 所以你能夠帶的你就要全部帶 對 所以你身屋頂都破了 做個東西 對 所以P小組出行要帶很多東西 像昨天那個新聞後面 你早上有手榴彈 手榴彈 你們那個盾牌擋得住嗎 他如果真的打開 擋不住 擋不住 你 擋不住 你就是最後防線了 你不上誰要上 對啊 擋不住也要擋 不是 事實就是這樣 雖然昨天你沒去現場 但是據說你有一次 你們真的跟歹徒槍戰之後 才發現他是殺無善酒的那個歹徒 就是那時候保安大隊 那時候火車在那邊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嫌犯蘭家瑋 然後他 蘭家瑋 就是殺無善酒那個 蘭家瑋 然後他可能就 你說鬼祟嘛 或者是怎麼樣 這我們也不會講 反正他就是 反正他就被盤查了 對 他有案栽生的人 看到警察他自然就是會 心虛 對 不自然 然後警 警察看到他以後 就跟他講 就叫他 要盤查他 結果他就 一轉身就開槍 開槍然後跟 保安隊槍戰以後 他跑進去工地 那時候金戰還是工地 金戰還是工地的那個時候 對 金戰那時候還是工地 我們放到畫面給觀眾朋友看 這就是當時 我們找到 蘭家瑋和警方 搏火槍戰的畫面 那時候監視器的畫面 有收到 你就在現場 那 你剛剛談到說 其實因為他 態度可能很鬼祟 就盤查他 盤查他 就有了罩嘛 是 他變裝要跑 變裝啊 太那麼狡猾 他在工地裡面 是拿了工人的衣服 套了 他就想說 我穿不一樣的衣服 警察就會發現 所以他先進入了 警察的工地 他還是想要跑 他不是想要跟警察拼 他還是想要跑 所以他也拚拚了 然後 但是問題是 深夜 11點多 你就一個人在那邊走 警察還是覺得奇怪 我要找的人找不到 所以又有人在走 我還是再叫你一下 先生 一叫他 他又回頭就開槍 然後 就 警察也開始打 就 你打我 我打你這樣 然後他就 跑到華英街的一個 私人停車場 躲在罪裡面卡卡腳 那警察一直叫他出來 那時候法案隊 是一直叫他出來 他也不出來 我過去的時候 因為習慈講真的 你心裡都會想 真的假的 真的開槍還假的開槍 結果一到那邊 巡邏車車門才一打開 就聽到 砰砰砰砰砰砰砰 就打得很響 然後 然後 交通隊的通人 就說 習慈講趕快進去 裡面再等你們 然後車子就讓他處理 習慈講 我在外面等你 你趕快進去 還是要有人去處理這台 巡邏車 我幫你 每個人都要分工 他在告車 就告車 就告他進去 然後後來我們進去以後 因為我們是巡邏的 我們巡邏 那時候我們巡邏 沒有帶防彈盾牌 我就先跟 保安大隊的同事 因為我以前也是保安大隊 然後我就看到認識老同事 我說你防彈盾牌借我 我們要去圍 然後我們過去的時候 現場的 就是處理的同仁 就講說 學校學校在那邊 我一看就看到他差不多 離我十幾公尺而已 躲在一個轉角後面 躲在一個轉角後面 然後 我就問他們說 有沒有喊話 他說不投降 然後我就跟我同事講 因為我們是一組 那時候我們那一次是 三個人巡邏 我就跟我同事講說 我在這邊喊話 吸引火力 你們再從那一邊 打他 因為警察還是要抓活的 抓死的沒有用 要抓活的 所以你跟他喊話的過程中 他一定會 專心聽你講話 他可能會鬆細 然後我們 那你等於是耳 還是要啊 你跟他講話 你跟他講話 不是那一句嗎 冷靜冷靜 不要衝撞 還是一樣 你的台詞都這樣 一定是要想想你的家人 想想你的美好的未來 這個只是小事而已 槍放下 什麼事都可以談 都一定都是喊 你要給他希望 你不能跟他講說 你死了 他怎麼可能會投降 你一定要給他希望 讓他知道他還有美好的未來 你給他喊話之後 他還好想嗎 對 我就跟他講說 你已經被警察包圍了 你只有一個人一支槍 這裡一百多個警察 一百多支槍 你破壞是這個 那天真的一百多人 對 我就是跟他講 真的有那麼多人嗎 沒有 我還沒講完他就開槍 我還沒講完他就開槍 沒有那麼多人 你總是要嚇嚇他 所以一方面要親情喊話 給他希望一方面要想 要讓他有心理壓力 就是知道說 這麼多人我跑不掉 對 你還是要給他希望 然後還是要給他一點點壓力 就希望說 有話大家好好講 你把槍放下來 出來大家好好講 不要動刀動槍 還沒講完他就開槍了 那一開槍 那其他人就開始開 這種就是這樣 你打我我一定要打你 這本來就是這樣 結果後來就是有那個 在另外一邊的同事 開槍打中他 有打中他 可是那時候不知道他有中槍 因為距離太遠 你也看不出來他有中槍 反正我們就 他也沒有 連哀都沒有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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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就是 只要是槍聲一停 就當然你就是要持續喊話 你說你已經被我們包圍 你就是跑不掉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後來到他喊話 我只要一喊話他就開槍 然後我子彈就這樣 咻咻咻一直打 一直飛 那你怎麼有帶防彈頭盔 我有啦防彈 盾牌 防彈盾牌還有頭盔 所以你可以躲在後面 但是那個子彈過去 你還是聽得到咻咻咻咻這樣 然後 還好子彈不轉彎 喊話喊了三四次吧 反正一喊話他就開槍 一喊話他就開槍 話都沒有辦法好好講完 就是你知道我講沒進去他就開槍 講沒進去他就開槍 就是這樣一直在 你一來一往這樣 到最後 最後一次他中槍 他中槍而已 就是有同事打到他 但是我看到他在抽菸 他點菸再抽 我就知道 他可能不是投降 就是要自殺 我那時候在拆就是這樣 我就跟我同志講說 在抽菸 在抽菸 在抽菸了 因為不是投降 就是自殺而已 不然打那麼久 待在那邊打那麼久 他也沒在抽啊 有意思嗎 這個就跟 就跟 在思考了 對 他在思考 他在想 對 我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投降 或者要不要拚 或者怎麼樣 可是他那時候 他已經中槍了 他知道他自己跑不掉 結果他菸抽完 我就看到他菸丟出來 我就這樣 砰一聲 就看 原理我就看到他倒下來 自盡 他是抽完菸以後 就自殺 好 你現場帶這把槍 就是說是昨天 劉邦城所使用的通行槍 那種這個是玩具槍 是 是 這個槍是什麼槍 就 9厘米手槍 這火力強大嗎 我知道了 以現在來講 也算火力強大 算火力強大 只要是槍 都是火力強大 我是覺得 只要是槍 都是火力強大 能夠大到哪裡 就看你子彈帶多少 所以是 你的彈匣裡的數量 會吸到他的火力 以前 以前的警察帶點三發 以前也算火力強大 可是問題是他只有帶 他只有十二顆子彈 你打完就趕快跑 他的火力強大 只到十二顆而已 那現在不一樣 所以 程度的關鍵是在 彈匣帶多少 對 你要看他多少子彈來定 他如果只有一支槍 他只有 一支九零手槍 但是他只 十幾二十個彈匣 一插到封封封封 一直打跟開水龍頭一樣 那也是火力很強大 所以 除了口徑以外 還是要看彈藥量 所以彈藥量才是關鍵 好 我們帶觀眾朋友 一起來聽 昨天 槍擊現場的槍聲 前面 來這邊要刷卡 然後咧 然後他們就 衝到那個箱子裡 然後他就開槍 他開喔 他開幾槍 前後聽到 第一次開一槍 然後前面就 把他放開 然後就衝到裡面 衝到人家哪裡面 住家 那邊箱子裡 公寓裡面就對了 一開始聽到吵架聲 我就想說 誰在我門口吵架 門一開就 然後就聽到 像鞭炮的聲音 然後門一開就是 警察舉著盾牌在我家門口 然後我就趕快關門 就有槍響跟警察 然後警察在樓下 他在上面 就對打 他敲很大力 敲很久 他說警察辦案 他只有講到警察辦案 我就叫他道理 他敲我的門 然後 我有拍一點點空氣 他有釀槍 我會有看到他的苦感 好 這是昨天其他目擊者的說法 不過賓哥 聽說你跟劉邦城 管制會過了 對 我早上看到新聞 這不是我同學嗎 對 我在跟我的兒子說 我這個鞭炮 一定是同歸一陣 因為他的百貴你知道嗎 他這個人 他死人很百貴 你看他早上 你叫他去管制會過 以前管訓 管訓 以前管訓 在哪裡管訓 在日渡管訓 綠島訓練所出來的 對 你看他抓到的時候 還跟警察搶聲 還說他的搶聲 還跟我記者搶聲 對 他說別囉嗦 不要囉嗦 不要囉嗦 你要看他說這三年 他在開 開口 很材料 好 我們來聽一段 劉邦城就像剛剛賓哥說說的 到昨天被抓 還在搶聲 還跟我們記者搶聲說 不要囉嗦 嗦 好 走 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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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他講話 開口 說實在在道上還算是一號人物 聽到開口就知道了 跟以前年輕時都一樣 跟以前年輕時都一樣 都不變 我差不多30年前 因為那時候我為伊娃萬上去立島 伊勢在立島 我是為伊娃萬上去 上去的時候 我們以前上去的時候 在買頭的時候 我們要計一個十八通能鎮 所以那十八通能鎮 左邊高的 右邊高的 中的一個通道下去 一個通道下去 問清楚你放的時候 就開始伏伏前進 伏伏前進的時候 這兩兵的官兵就 拿木棍開始跟你講 開始跟你講 他講到第三個 你不是說你進去 要先經過十八通人鎮 要先被毒打一頓 對 先被官兵毒打一頓 警備兵先打 毒打一頓 他差不多跌到第三個 還是這是 是殺威風 以前我告訴你 以前這種警眾的 在作業台中很破片 他管你私情不是私情 我警眾的說就最多了 反正是當地的 不從文的法規 一定要經過這個就對了 他三哥他好像走到三個到四個 他就撞不住了 你知道嗎 他撞不住 你叫他三哥嗎 對 三哥 他大概五個 他就叫我 我做電影的人 讓你這樣 跟我去台 我是來官的 沒有錯 但是你不要給我淋遞 你聽到嗎 對 站著就 航空了 跟警備 航空了 後面那些 因為他送去不是只有一個 後面那些看著 警民去到 打拳架 打拳架 你沒辦法 因為你膝蓋上去 所以你怎麼打你 還是打出人 但是 而且既然是十八桶人 正是有十八個 對 旁邊 拳架還不知道多少 第一十八呢 很難啊 但是後面又停下去 停下去沒關係 你膝蓋上去 上去的時候 一定輸的 但是你這個威名就騎了 所以變成打拳架 對 這個威名就騎了 威名騎的時候 我記得 我進去的時候 因為 港版跟港版都一樣 補公司 你公司 你要天的 就來 因為 他天的 你是天的 天造盟 太陽會 我們都算老天的 你也是天造盟 我們兩個都算老天的 港公司的 港公司的就對了 其實沒工會而已 他真照顧 我們也他真照顧 我經常看他 鐵人出口 我經常說三哥 你經常鐵人出口 打包不平 結果 射的也是射到你自己 我一邊 看說 他有一個 神社會進去 我們頂部 我們頂部 頂部 要洗身體有規定 你那個 搶這個 床有沒有 一分鐘以來 你要搶得更好 身體洗好 一分鐘以來 你要搶得更好 可是 綁著那個腳樓 對 怎麼穿過啊 我們現在這樣 扭下去 扭下去 扭下去的時候 這腳不是都出來了 對 因為扭在這裡 你是從裡面扭 你扭出來的時候 就倒閉了 倒閉了的時候 再從褲頭 再從這裡穿下去 這扭一扭 再從這裡穿下去 對嗎 穿到這裡面頂起來的時候 再整個扭下去 這一分鐘 你身體是絕對不可能 穿一分鐘完成 這跟他有什麼關係 他就看幹部 跟其他人說 人家的身體會 你這樣打 幾十次 又沒有練習好 你就要給他時間 你不是說 他這樣超級十分鐘 你就跟他打 結果他又殘酷 跟幹部兩個打起來 他跟了半年 這半年來 其實在很多的監聽 跟掌握的群職上面 他很狡猾 他的一個司機 這次也遭到的 是姓黃的這個 其實 他從來沒有到一個地方 從來沒有重複 在一個地方下車過 他是真正的 幹部打架 他就是 我跟他說 三個月都 我就是老大 你們這裡 我來幫你們照顧 你知道嗎 他就是講義氣的人 對不對 每次都我聽說 春八九 你都知道 上下車 打那球 那也是很難過打 對不對 你們定著腳流 怎麼打籃球 那不是打 你有那個神秀 我告訴你神秀 經常打一打 走走走走走 打一下就下去了 對不對 打一下下去 幹部來 你爭小了 開始跟你摘 因為以前 警備兵 很難忘 跟你摘 跟你摘 跟你行 現在三個月又跳下去了 他有給他打架 對 還沒有 他說你不要經常這樣 對不對 所以說 他經常 我們就說 我跟他外祖會朝路有半年 我對他的感覺 他很照顧這些兄弟 他很照顧這些小孩 當然 比他更大的 他也是對這個 比較大的 都很崇拜 很尊敬 很尊敬 對不對 像我們還有一遍說 吹外面 吹外面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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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腰去撞到 我怎麼會打 打得痛 他跟三個一組 我們差不多六個一組 他說你坐在旁邊休訓 你不用做 他就過去跟幹部說 他人工苦 他穿旁邊 他的身材我們來做 那幹部 那幹部 沒關係 他現在來在外面 所以說 我對他的食材 我對他的食材 他是一個公義氣的人 但是個性很衝動 他個性就很拚 所以我不知道 我才告訴我 他可能會同歸於盡 依照他這樣 這麼衝的個性 可能沒有救 吹外 事實上 劉邦城的評價兩極 照賓外剛才說 他覺得他不錯的人 很激烈 但是 在道上也有一些 比較負面的說法 比如說他去跟人家討債 錢給人家吞下去 甚至他去找維哥秉嘉 一恐嚇就跟人家恐嚇六千萬 你知道昨天現場 不是只有警察在圍捕他 現場竟然還有不明的輕衣人 在現場說起來說 你說這個 他說 警察找到他 我們也在找他 我們也在找他 OK 金字局這一次很漂亮 其實他是要三打窩 聽說這一次是已經跟監 半年了 而且鎖定了半年了 半年了 我記不記得我上次 我們在講封灰沙信主的時候 我說事情還沒有結束 因為這一次行政局一樣 就是快打聲打連打 他們接下來事情還在 還沒有完 但是我先講他們弄了這次 那跟了半年了 這半年來其實在很多的監聽 跟掌握的情質上面 其實老三 他所帶領的這些底下的人 是非常講究黑道倫理的 所以絕對 所以是剛剛 那個文秉講到說 在監獄裡面的這些情況 就是他建立起他們黑道倫理 因為每個圈子都有倫理 像萬華的方兵館 就沒什麼倫理 但是為什麼還說他被天道盟給除名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這事情 我跟你講 其實他跟天道盟的一帶虎 太陽會的一帶虎 那個替靶 泰埔 這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人 他們是同一輩的 但是因為他85年就去關了 是 關了14年 1949年出來的時候 他的社會資源都不見了 黑道資源都不見了 為什麼呢 年輕人都沒有在哪裡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 太陽會才給他 他一個叫總顧問的職稱 我從來沒聽過總顧問 我就問 問行事局 什麼時候太陽會 有一個總顧問的職稱 要嘛就是會長嘛 要嘛就是什麼 怎麼有總顧問呢 他就因為他是一帶虎的 大家到底一起長大的 一起到節目再去受訓的 是跟著吳童談 所以他們就給他一個空間 來 我就讓你叫做總顧問 其實現在太陽會在外面處理事情 是總顧問在處理 所以老三在外面其實是話罪也給人擋 現在 那當然老三的後面還有兩個人 還有兩個人 就是他的老大 那兩個人就是我現在說的行事局 聲打的部分跟連打的部分 他們還在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是 這個老三現在 因為他這半年來 行事局跟他很難抓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行事局這一次的專業小組 已經有其中大部分的人 都三四個月沒有回家了 三四個月都沒有回家 為了要帶老三 媽媽發病還是他們的小孩發病 都沒有回家 說實在這次行事局 真的很漂亮 他們怎麼跟呢 他們跟著半年 因為他很狡猾 他的一個司機 這次也抓到了姓黃的這個 其實就是他的把風的 他從來沒有到一個地方 從來沒有重複在一個地方下車過 從來沒有在同一個地方下車過 下車兩次 對 從來沒有 所以他們有一次跟到他 跟進一個大樓 才剛剛跟進的時候 他們認為應該可以往中桌邊 結果後面的人 就馬上跟進去對不對 一進去人不見了 人不見了 所以說他們覺得說怎麼不見了 現在警覺性很高 高到一個 因為他已經對於很多人 其實他都不是很相信的 所以他自己又改造槍制的工廠 這次被警方已經鎖定了 既然他改造工廠 他還可以經常的移動 所以他每一次警察抓到他 活力都很強 因為他身上的槍 是至少都是三四把以上的 所以你說他有個手榴彈在幹嘛 那都是很正常 所以說警方在跟他就是 怕波及到無辜的老百姓 所以這一次是為什麼要收網 因為時機來了 所以才會在昨天的這個時候去收網 可是在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警方在跟他的過程裡面 如果不是因為還有他的女朋友 也露了一些線索出來 否則的話 要跟他要抓他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來到他真的不容易 據說這一次是因為 哎呀這次頭上一把刀 還是這句話 據說呢他女朋友很多 現場去的是他女友之一 家裡還有一個原配 那這一次警方為什麼逮到他呢 因為他去找他基隆的小三 所以要去找他基隆的小三 露了線才跟到他 我們也來聽聽他的女友的說法 他就直接要自己接住 如果有那麼一天 我說我站在旁邊來賺錢 一輩子給你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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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很感動 是這樣的一些亡命之徒 剛好為了這個情色女孩子 每一次都會用親情喊話 這招是每次必用招 這一次這是基本招 像這一次也是我們這個 新北市的局長胡牧原他 他也作證 對作證然後找了他的家人來 找了他的親人來 來跟他做一個喊話 他其實胡牧原在十幾年前 二三十年前 民國七十八年 已經就有類似這樣的親情喊話過了 因為以前我 剛才我調中三分教 沒幾年 那時候我在中山分局的時候 也發生過一個案子 以前我的學長 一個刑事組的學長 很演奏 叫做藍文仲 藍文仲 藍文仲 他本身 他在刑事組 藍色的藍 藍色的藍 很罕見的姓 對 他本身在刑事組裡面 我那個時候還在站大門 我還穿著制服 戴著白色的膠盔站大門而已 他是我們的老前輩 他在中山分局刑事組 他的績效各方面都特別好 很優秀 那他有一個弟弟叫藍元昌 藍元昌是他的親弟弟 那這個藍元昌當時是 台灣有排一個十大槍擊藥犯 這十大槍擊藥犯 藍元昌其實跟這個老三也有點像 請等一下 大兄是警察 對 兄弟是老母 是老母 還大八的老母 不是小妹 十大槍擊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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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火力各方面都很強大的 然後因為就是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 這反差也太大了 這個家庭 就像一齣電影的板 也是 兄弟做警察床 做老母 像兄弟不成功 兩個鬧得兄弟不合 但是他這兵的 兄弟很好 兩個師交 兄弟的感情是很好的 但是因為 楠文昌我本身 我們都知道 他是我的很好的學長 他後來因為他弟弟 有好幾次要 警察局要攻堅 攻堅他 要去逮捕他弟弟 楠文昌的時候 消息走路 他莫名其妙就覺得 上面就覺得說 就是你 傳達訊息給他 可是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個時代沒手機 BB Code很少 幾乎也是沒有BB Code 那個時候 他本來一開始 胡牧原他找他媽媽來 你說那一次抓藍原唱的時候 對的78年那一次 找他的母親來 然後母親來跟他喊話的時候 這個孩子 其實 可能藍原唱的故事比較剛烈 媽媽來 也不願意屈服就對了 媽媽說跟他人家說 也不願意屈服 一方面可能怕媽媽擔心 第二個方面也覺得說 你警察怎麼 找我母親來刺激 讓我老人家 然後他越生氣了 然後他下來之後 也是跟胡牧原講 我要直接進去裡面 屋子裡面 胡牧原不讓他進去 胡牧原說這樣太危險了 你到時候反而被他壓起來 當然職 反而你是一個警察 這樣不好 他就跟胡牧原 鄧婷看過 不可能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他說你相信我 然後他就真的進去了 進去兩個兄弟 談了快一個小時 談了快一個小時之後 他跟藍原昌講 你不用擔心 警察不會把你行 不會把你修理 就是不會把你打 因為以前抓到就先打了 以前會電 會心球 是 他說我跟你保證 就是絕對警察不會動你 也不會對你有身體任何的危害 然後也跟他聊了其他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之後 藍原昌先請他的夥伴 其他的幫眾 一個先到後面 他真的也是抓一個東西 抓到頭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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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說要抓了 抓的是 左手舉起來 右手舉起來 彈夾這樣拿著彈夾就卸下來 卸下來 卸下來彈夾拿下來 就當場這樣卸彈 卸子彈 把子彈通通卸掉 卸完之後 就把槍也丟下去 因為他們在樓上 把槍也丟下去 然後總共丟了三把槍 四個彈起來 然後子彈總共一百多發 一百多發 一百多發 那個就是 火力強大 我們來看藍原昌案 當我們在 當要扯開這個沙門的時候 他就從門裡開門槍 異鄉是打敗這個沙門的那個門框 這三個人的臉都被那個 棉花的木屑噴到臉 喊說已經開槍了 所以我們對面的製造點就還擊 他們也還擊 陳延昌的哥哥 他也非常憂心 他的弟弟闖這麼大的禍 聯絡他 他可以幫我們警方欠向他 你的哥哥到現場 他要跟你通話 所以室友先電話 先跟他預告說 談了三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不是說一氣馬上就接手 他還是要談 還是他哥哥還是要跟他保證 第一個 你出來以後 在真信的過程之中 警方會 在人前的考量之下 會給你很尊重 我們回來探 這一次的劉邦誠 Kent 你說你在現場 你在現場聽到 他要丟手榴彈的時候 他怎麼講 他就跟警察說 你們不要再靠近了 在上面走開 要不然我丟手榴彈 昨天 最驚險的時刻 因為據說 他手榴彈那個差效 都已經拔了 各位 他昨天拿的 我們就是軍中獎 他叫